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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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方梦初我问你 为什么这么做 这婚不结啊 婚咋能不结呢 结婚 跟爱一个人 本来就是两码事 道理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反正说出来真难听 反正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我也 什么都不相信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劝你些什么 不用劝 陪我喝酒就行 这破车 哎呀 我的妈呀 你看 你看那是啥呀 干嘛呢 你管他干嘛呀 我们去找风风出去 不是不是 你看那矿工不在矿山上 在这干嘛呢 小心脚下 慢点啊 慢点啊 咋那么多雷管啊 是不是又得炸矿山啊 不行 我得赶紧给文老之处打个电话 我才不见那老头呢 你怕什么呀 我要去找方梦初 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你才有鬼呢 你打给文童不就行了吗 你怎么那么笨哪 对啊 我若以此当借口 约他出来面谈岂不更好 喂 文童 你爸在不在你边上啊 我有重要的事跟他说 我爸去镇上开会了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找我爸 我爱你算不算重要的事 少来以后不许你这么说 不许再说什么呀 我爱你呀 谢谢啊 我也爱你 赶紧说正事你烦不烦呀 算什么算 喂 文童 赶紧说什么事 那个 方梦初要炸山 什么 方梦初要炸山 喂 文童 怎么了 你是不是要去炸山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的 小全跟我说的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这个客气 你说什么 文童 我现在没时间给你解释了 回头再说 啊 喂 喂 文童 大文哥 方梦初他要去炸断头牙 什么 方梦初要炸断头牙 啊 什么 大家立刻行动 好 真臭小 王童初 王童初 走 你要炸断头牙吗 你想过后果没有 你想做大牢啊 那方梦初我问你 为什么这么做